1月18日,果敢地区的文教局发布了关于2024年春季复学的通知,我们通读通知全文,本来觉得这个通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,但通知的第四条规定说,本学期不得招聘政变集团控区内的免文教师,如免文教师空缺,可暂停或减少免文课时,这可是个重磅消息啊。 另外,免军自签订停火协议以来,桌子下小动作不断,让双方的局势进一步恶化,具体情况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,这里是胜历史,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 果敢地区进行教育改革,2024年1月5日,同盟军全面收得果敢地区,果敢这个四大家族和免军统治了14年的地方,再一次以汉族人的身份做主。 战后的果敢百废待兴,同盟军在全面借管果敢后,立即对果敢地区着手处理生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,在果敢光复之际,果敢同盟军已经对果敢地区的群众进行了详细的筛查,将果敢老街内的缅甸族百姓,以及在125难民营避难的缅甸族百姓等,都已经劝返到下面甸去了。 离开了果敢地区,现在,在果敢同盟军所光复的第一特区辖区内,基本上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免族人了。 甚至在早期战乱的时候,已经有缅甸族的老师离开了,当果敢同盟军光复蒙古县的时候,果敢同盟军曾经报道说, 蒙古与财中新学校是一所缅中文混交的学校,按缅甸华人聚居区的开课模式,早晚为中文课,中午为缅文课。 本次复课因军方执政集团下派的缅籍缅文公职教师逃离战区。 目前该校的课时调整为中文全日制,缅文暂时停止授课。 大家看到了吗?当果敢同盟军开展1027军事行动以后,有些学校暂停上课后又复课了,但其中的缅文老师都已经逃离了战区。 他们很可能回到了夏缅甸去,所以现在在果敢第一特区可能已经找不出多少缅文老师了。 在此背景下,如果第一特区规定本学期不得招聘政变集团控区内的缅文教师,那么缅文老师的师资资资资源是非常紧缺的。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,就是现在在果敢第一特区内,学校里面基本上没有多少缅文老师了。 如缅文教师空缺,可暂停或减少缅文课时。 我觉得这一句话承接前面那个条件,意义更加重大。 大家都知道,长期以来,缅甸军政府为了强化其在果敢地区的殖民统治,增加了大量的缅文教育,几乎每个学校都开展有缅文教育。 而且,缅文教育的课时数还要多于汉文教育的课时数,在果敢地区大街小巷的街头巷尾的商铺门店招牌上,也都是把缅语放在了最上面的位置。 而汉文放在了下面的位置,大家还记得吗?就连果敢自治区代主席吞吞敏召集自治区各部门开会的时候,都是全程使用的缅文开展的会议。 可想而知,缅文在果敢地区的渗透是多么的深入,可是谁曾想,曾经的果敢地区在2009年88事件之前,基本上全面都是推行的汉语教育。 学生们也只懂汉语,也只会说汉语,那时候的果敢地区是多么的纯净,当然,目前果敢地区还有一个乡叫红岩乡,是果敢同盟军的根据地,那里的教育现在依然全面是汉语教育。 在2007年的果敢地区小学课堂上,全部都是汉文教育,可以看到果敢盲救小学的学生正在朗读汉语的诗文,他们那时上学用的课本和我国云南省在学校用的课本是一样的,他们那时候推行的就是全面的汉语教育。 彭嘉生老先生说自己是无国籍人员,可是他骨子里认为自己就是汉人,他是华夏民族,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,一条边境线让他划到了大国之外,成为缅北的少数民族议员,而如今,果敢同盟军已经光复了果敢地区,现在果敢同盟军已经恢复了第一特区政权。 在彭德仁将军的带领下,他们大力恢复战后重建和民生恢复工作,此前不久,果敢同盟军已经取缔了原果敢自治区的所有法令,恢复了原善邦第一特区的法律体系,既然公民所依从的法律体系都已经恢复了,那么教育,文化等领域的恢复也将是应有之意。 所以,这次文教局发的通知还是比较及时的,教育是国之大计,教育要从娃娃抓起,这次文教局规定如免文教师空缺,可暂停或减少免文课时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回复到了2009年88事件以前果敢地区的教育体系。 此公告可见,同盟军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只有重视教育果敢未来才有发展,现在盘踞在果敢地区的电炸行业,黄赌毒等非法产业将全面取缔。 果敢将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,而教育是头等大事,必须第一时间抓住。 为何不禁止免文教育,现在文教局已经做了这样的规定,那么一定会有网友疑问说,为什么文教局不直接规定废除免文教育,禁止在果敢地区使用免文呢? 我认为果敢同盟军不直接宣布废除免文教育做的是非常恰当的。 第一,我们俗称的果敢同盟军,它的全称其实是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,大家看到了吗? 其实果敢同盟军也是缅甸的一支地方武装。 第二,果敢政权的全称其实是缅甸善邦第一特区,大家也都看到了,少不了缅甸两个字,果敢同盟军以及彭德仁将军从来没有说过要从缅甸国内独立出来。 因此,第一特区仍然是缅甸国的一部分。 这样看来,在果敢地区进行一定量的缅文教育,也是符合情理的。 那么,文教局如果直接废除缅文教育的话,可能与这一逻辑不相符合。 缅军炮击孟密和魔谷果敢同盟军在1月5日全面收复老街后,缅军与缅北三兄弟在大国协调下开始进入第三轮停火谈判,并于1月11日晚上最终才敲定临时停火协议。 1月12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,中方正式对外宣布临时停火协议的达成,让缅北战士暂时告一段落。 然而,就在临时停火协议期间,缅军依旧向木杰口岸据点进行增兵与投放物资的行动。 缅军的做法是有为临时停火协议的,让双方的局势进一步恶化。 当然,这是可以预见的事情,毕竟缅军在之前的临时停火期间也并不严格遵守,桌子下小动作不断。 据德昂军报道,缅军在临时停火协议期间,即1月13日至1月14日,缅军依然向善邦北部木杰据点进行增兵及运送物资行动,令军木杰当地居民反映。 在临时停火宣布后,缅军每天都暗示空头再次物资到木杰缅军据点。 1月15日,缅军在无战事的情况下,对孟密和摩古地区进行炮击。 在这里普及一下,缅北孟密镇对中国意义重大,这里建有中国远征军纪念碑,以纪念当年5000名在缅甸牺牲的英雄战士。 缅军的这一举动引发了木杰百姓的担忧,当地百姓担忧由于缅军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。 可能使缅北来之不易的和平毁于一旦。 大家想过个好年的愿望都可能变成泡影。 双方都在争取木杰口岸,木杰口岸是中缅边境最大的口岸,同时也是贸易量及贸易额最大的口岸。 一直以来都是缅军重要的输血口岸。 同盟联军控制了木杰相当于控制了缅军的经济命脉。 据驻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信息, 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,木杰口岸交易额达到了38亿美元, 而缅甸18个口岸的总贸易额为71亿美元, 占据了全缅边境贸易43%的市场份额, 占据了中缅边境贸易额的70%以上。 因此,同盟联军与缅军在对木杰的争夺中必定互不相让。 谁抢到这个地盘,就相当于控制了中缅边境贸易权。 这就是为什么缅军不顾双方刚刚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。 不断地往木杰口岸增兵,运送物资的根本原因。 双方的停火谈判, 其核心要素就是在谈这个木杰口岸的利益分配问题。 利益分配得当, 那战事就得以解决,利益分配谈不拢, 那战事怕是会再次死灰复燃。 总的来说, 国杆同盟军光复国杆历史辖区之后, 全面对维国杆自治区伪政权的制度进行了废除。 国杆地区可谓是面目一新, 实现了日月换新天的新变化, 从对所有机动车车辆全部焕发新牌照, 到全面恢复善邦第一特区以前的法律法规体系, 都是这种崭新变化的体现。 昨天,国杆的文教局又发布了 关于2024年春季复学的通知, 通知中关于缅文教育的规定, 可谓是精彩之治。 国杆地区在文教领域的改革, 更是国杆地区日月换新天变化的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 语言承载着族群文化, 语言承载着族群认同, 语言更承载着族群文明。 我相信, 国杆地区在文教领域的改革, 将是国杆日月换新天变化的 浓墨重彩的重要内容。 此外, 在临时停火期间, 缅军仍在向缅北增兵和运送物资。 缅军违反停火协议, 轰炸同盟军控制区, 恐引发新一轮战事爆发。 大家觉得呢, 这里是胜历史, 订阅我,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 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 不必再证据了,